二二八連續假期要到哪裡去走走逛逛呢? 位在花蓮市中心的舊酒廠花蓮文創園區 还有检察长宿舍都分别举办了特色市集 有音乐表演还有讲座分享 民众不妨把握连续假期的时间到市区来逛一逛 二二八連假的第一天 尽管上午飘着雨 不过中午过后雨是趋缓 天气也逐渐稳定 位在花蓮市区的舊酒厂 花蓮文化组艺产业园区 二十七二十八日两天 就在园区举办了乐见市集 下午一点到六点 以书写阅读主题展和尿市集同步登场 现场近四十个摊位 有美食有公益 书写阅读主题展览区 则邀请多家质感文剧品牌展出 另外搭配金曲奖加持的高水准音乐表演和花创学堂讲座 然后这个月的整个园区是以书写地方 极致沉入以阅读跟写字为主 所以我们这次的市集特别规划了一区 主题区是以书写为主 所以会来自全台湾各地的手写的 还有手绘的一些职人会在那个地方 提供大家比较特别的部分 然后乐见市集一样 就是我们会有一定的规模 所以市集的丰富性很高 有在地手作 然后在地的食农 然后还有一些熟食美味的摊位 然后结合了这个那样市集 这次整个花创的市集的摊位数 已经达到了将近四五十摊 我们这一次邀请到一个叫TipBone的一个古典音乐的乐团 因为符合书写的气质 然后礼拜天那天原则上是由我们的音乐总监 为广浩先生亲自下来 带着就是另外两位非常知名的爵士乐手 然后一位三田先生跟另外一位金曲奖的常客 礼拜天的下午还有一场讲座 特别邀请到有两个就是 资深编辑经验的讲者 一个是痛南风 还有一个是周刊编辑的主编 他们两个都会在我们的这个花创学堂 在礼拜天同步做深度的 有关于地方制的分享 另外同样位在市区的古籍检察长宿舍 活动品牌好卡乐视 迎接二二八零假 周末两天上午十点至下午六点 也举办中国风古装主题市集 这两天的活动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 我们有抽奖 那抽奖的资格有两种 因为我们是中国风古装市集 所以如果你身穿着古装 或是有古装元素的装扮来到现场 就可以直接参加抽奖 或是像我们租借古装 也是直接参加抽奖 第二种叫做几点送 几点几满四点 是哪四点呢 第一个就是要照相 叫好卡乐视 这四个字的字样 那你就可以找找看 在我们园区里 哪里有好卡乐视 这四个字的字样 然后还有我们的招牌柴犬 土材 黑色的柴犬一张 姫 那个红褐色的柴犬一张 最后还就是我们的神秘人物 之前我都没有公布 神秘人物是谁 神秘人物就是我们的 孔明 不是孔子 是孔明 所以如果跟他照到相呢 这样挤满四张照片 在脸书刊登 并打卡 跟我确认之后 就可以来参加抽奖了 我们奖品非常的棒 有斗宅限定的小礼物 还有可以直接在我们贩卖部兑换的奖品 还有可以在市集直接现金抵用券 实在是太大的好康了 欢迎大家赶快来玩 欢迎来哦 近20个摊位 摊主们身着古装扮相 而斗宅检查社当家裁犬 斗宅西妹 也会迎接贵宾 要一起让民众仿佛穿越时空 欢迎民众趁着连假来逛街 拍照、打卡、抽奖、拿好礼 接着长方燕、华丽芝报导